大家好,我是最爱随性混搭,追求化繁为简的懒厨多多 十五转眼到了,摇元宵摆上日程 我曾经一度弃元宵迷汤圆 但近年重新怀念起元宵的近道坦雅 所以这几年的上元佳节,都是靠首摇元宵怀旧思乡的 普通元宵限调不是芝麻就是五人 懒厨肯定不想费那个事 好在咱有情人节时做的巧克力 要知道在道香村,巧克力像元宵属于珍贵品种呢 巧克力配方是同学给的,配料简单一看就会 小盆里放半杯coco粉,半杯蔓越莓干,半杯枫糖浆备用 玻璃碗里放半杯椰子油,煮开一锅清水关火,放进去隔水软化 用勺搅搅动着,椰子油化开均匀一些 油完全液化后,把小盆里的三样材料倒进去 搅拌至融化粘稠 拿出准备好的模具,倒进巧克力糊 盖上硅胶软盖,基本工序就完成了 剩下的巧克力糊里再加一把综合果仁,然后倒在烧烤纸上随便整整形包好 模具里和纸包里的巧克力,小心平放进冰箱冷藏室 几小时后自制巧克力软糖成型,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巧克力比较软,脱膜不算太立着,看起来稍有点眉目不清 但是做圆销馅就一点问题没有 搓出一些直径1.2公分左右的球球 试温一下糖的表面有点微化,正好容易裹粉 先把馅鲜一个个沾上糯米粉,然后轻压小盆 让干粉尽可能多的挂在馅鲜上 等到粉裹不上了,把小球球捞进一个漏勺 往清水盆里浸一下,立即拿出来 再倒回粉盆里继续手摇 今天同时摇的比较多 换个长口的小火了会容易一些 没有剥了就一直用小盆 或者我用饭盒也要成功过 但是一次就不能放太多 让每个圆销有自己成长的空间 摇圆销没有太高技术含量 过程就是进水、沾粉、滚圆 这儿复始重复几次继承 眼看着一个个圆销膨胀起来 一次摇的多,长大不会同步 看到有比较大的就先挑出来 看过程很容易就理解 圆销与汤圆的本质区别 就是糯米粉皮的含水量和加水的方式 这一差异也造成了两种貌似相同甜点的不同口感 等圆销基本差不多大小 再一同放回菠萝同步摇一次 尽量摇匀摇圆 摇到差不多荔枝大小就行了 这一摞16个大约360克 用了糯米粉280克左右 进水的碗底和菠萝里剩下的糯米粉 加点水和面 可以再包汤圆或者搓小圆子 圆销最好冷藏一会再煮 比较不容易破 水开下锅后盖盖 再开锅圆销慢慢飘起来 看到表皮逐渐变白蓬松就是熟了 有存货的话 加一把枸杞 再撒一撮桂花 烫的滋味更饱满 白白胖胖的大圆销非常有姿态 剪开一个看看皮和下的质地 这才是故乡上年佳节的情怀呀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频道 我是懒猪朵朵 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 崖子 崖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